被附身,四岁男童认得阵亡三十年惊人 电影《大法师》中,小女孩被恶定附身的惊悚画面令人印象深刻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这名四岁男童安德鲁也疑似被鬼附身 安德鲁的妈妈说,有一天,儿子突然哭着跟他说 家里也出现怪事,墙上的挂室突然晃动起来 他不知该怎么办 跟电视台的灵异节目求助 后来发现,男童说的是 跟在1983年遇上炸弹袭击死亡的一名士兵经历很类似 电视台拿出那次袭击中遇害的其他士兵照片 给男童看,没想到 他们有吗? 是的 你和朋友们有什么朋友吗? 我和朋友们有很多朋友 他居住在俄罗斯? 是的,我和朋友们 你和朋友们? 是的 那些人吗? 是的 还有其他士兵们? 他们死了 电视台还带男童到士兵们下葬的地方 男童自己走到附身士兵的墓碑前 放下鲜花 还走到其他墓碑说 那是他的好朋友 男童的妈妈将带孩子去找林梅 希望有更好的解释 动新闻 好惊悚哦 报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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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